那裡面你說一個 可以可以調查權裡面行使範圍聽證權 可以邀人民來 可以邀公司來 我可以跟公司要資料等等 這麼他的那個權限 權限 他的職權 沒有限制 以前是監督行政院 監督行政院 他現在職權已經擴散到 私人機構了 好你現在已經 已經討論到 實質正義的問題了 不是不是不是 實質內容的問題 你擴大到私人 我們剛剛講的是 有沒有程序正義 你聽我講完嘛 擴大到私人的 你的權利已經從公部門到私部門 沒有討論 好我們來看 一個人三分鐘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討論到 到底國會調查權 這個有沒有濫權的問題了 就是私質的條文 到底有沒有正義嘛 我們來看 第47條 他們這次改革的 國會無法裡頭 調查權 剛剛上一副講的是調查權 我是想把這個條文 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不然真的不知道 上一副在講什麼了 就是說 調查專案小組呢 如果要調查的時候 過去是指要求政府機關嘛 那現在不是喔 不是只有政府機關喔 現在是法人 團體 社會上有關係的人員 都可以被調查 不只如此 要在五天內還要提供相關的文件資料及檔案 那如果呢 相關文件資料及檔案 原本業績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先為調取時 應該序名理由並且提供副本 就是我之前已經被調查過的 如果立法院要調查呢 我還得提供副本 這個有沒有濫權啊 那我不提供又會如何呢 要被罰耶 是啊 當然被罰啊 我們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而且可以被連續罰耶 是啊 我先講一件事情 可以這樣嗎 那我企業有很多機密資料 為什麼要給你調查呢 在美國一樣有企業被調查 有啊 我們講 所以這個事情 為什麼需要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老百姓說這叫查水表 怕變成查水表 我會這麼講 因為我們喜歡動不動 拿外國的例子進來 啊 但是在這一次為什麼會被反對 因為沒有討論 呃 推那個那個抖音在 在美國是不是有被調查聽證 有嗎 是有 呃 臉書 那個時候組 呃 也有被調查 也有被調查 有有有 他們有沒有去美國國會 有吧 有 而且要穿西裝打理袋 還要 聽文會嘛 而且很正式對不對 是是是 好 那你會不會擔心美國國會洩漏 那個臉書的 商業機密 就我們會不會有這個問題啊 就當會國會國會調查的時候會不會泄密啊 在美國會不會有這個問題啊 那在我你把美國的制度拿過來的時候 你信不信任 核心是信任 過去美國沒有那個前科說洩漏商業機密 美國經常 經常掉企業界 這幾年 更 更多 好 那如果 為什麼需要討論這件事 應該就是說這個紅線到底在哪裡 你可以調查到什麼程度 你的紅線在哪裡 萬一 萬一發生洩密的時候 有沒有補救措施 商業機密一旦洩密就洩密了 就結束了 有沒有討論 沒有討論嘛 上路前面講了很多 很一個核心概念 不是你贊成或反對是 你有沒有討論 有沒有救濟措施 有沒有及時廣義嘛 都沒有嘛 我們就過了嘛 立委如何規範 如何規範立委行為 沒有 然後你找不到 你不確定是誰的時候 但是他實時發生洩密的時候 誰來做補救 我補充一個 我們上禮拜才看到 我國有立法委員 把立院密件PO在網路上 這真的發生了 那你還現在要立法 給他更多拿到密件 發生了 他又PO網了 那怎麼處理 好 沒有 然後我再接阿淼 而且喔 你商業機密裡面 你送到國會的時候 是不會打國家機密 是沒有 那個密罪 他連密都不是 都沒有 還一般洩密罪 你給我一億我去找一家台積電的秘密 洩漏給你啊 那立委不會假借調查之名 行洩密之實呢 這就是我講的核心的信任 好 那如果立委被某些其他的企業團體收買 那有沒有可能呢 當然有啦 政治獻金 那變成是商業 你能怎麼辦 沒有討論 立委是用商戰的打手啊 對 可是你為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我也沒有討論 我就直接在講 我直接就講說 為什麼這個事情 他到底會變成什麼 那個社會 沒有人反對國會改革 問題是 要這樣改嗎 要改成這樣嗎 會不會越改越爛嘛 你知道嗎 禮拜五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禮拜五會進入到深水區 從四十五條以後 都是調查權跟調閱權的部分 禮拜五大概就有機會談到什麼 調查調閱 進入到什麼 進入到什麼 司法 偵辦中的案件 檢察官偵辦中的案子 都可以被調查調閱 這是深水區 所以立院自己也要把司法權給拿走 對 他侵入司法權 他的手可以伸到檢察官的卷宗裡面去 他不是伸進去而已 我們常說一句話 國民黨現在立的法律管理大法官 有沒有解釋 管理憲法怎麼弄 我念一段給你聽 你看他可不可以調閱 檢察局幹代表國家 進行犯罪之偵查與追溯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且為保障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 對於偵查中這案件 立法院自不得向其調閱相關卷證 大法官729解釋文 立法院有理你嗎 國民黨有理你嗎 偵查中的案件他照樣要你提供 禮拜五 他甩大法官的解釋文嗎 因為第50條下來的 就是碰到這個問題了 那你說正常 我剛剛一直在講說 信任這兩個字 正常的政治人物立法委員 你明明知道有大法官的解釋在那裡 你怎麼可能去寫一個 跟729底數的條文 或者他不知道 正常人不會 還是我們的 NCC第四條 還是我們的藍白立委 他們提的有甩過政黨比例嗎 所以我在想說 政治不是屬人頭那麼簡單 你要知道那個信任這兩個字建立很難 國民黨是多數 你可以改很多法律沒有問題 可以修很多法律 可是不能跟常識知識相背離 因為信任這兩個字很難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越搞越大 如果國民黨照現有的邏輯 在配合黃國昌 在配合黃國昌 他當然有機會更大 就是說對我們一般人的觀念裡面 偵查中的東西 因為現在國會改革無法 不是在改革國會而已 不是只改革國會而已 改到我們老百姓了 我就跟你講說他現在是擴權 他已經擴權擴到這種程度了 所以老百姓說 你們這次的國會改革無法 已經變成插水表條款了 剛才易富哥不是念到 那你為什麼 那個施限案729號嗎 其實我們之前施限案 有關於立法院的調查權 這個問題的話 已經施限好幾次了 包括施限325 還有施限585 最近提到 他有要限制你立法院的調查權 所以你現在 早就已經知道說 你要限制你的調查權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修的法 是幾乎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拿掉你知道嗎 以後怎麼司法獨立偵查 連司法偵辦ING的案子 你也可以查 對 因為那個什麼 以前我們講說 什麼偵查不公開什麼東西 他都不管你 國民黨這一次是很明顯的硬幹 而且我是覺得說 我們本來就是講說 我們國會改革 像官剛才說的 國會改革大家都支持對不對 是啊 那問題是你在改什麼東西 你要讓老百姓知道 這是一個說服的過程對不對 我要慢慢跟你講 我舉一個例子 國會改革的時候 全民最支持的案子 是哪一個案子 國會減半 對 從200 公投有過吧 從200多行變成113 我們不要那麼多立委 我們不想花錢 想那麼多立委 沒錯 人家都對國會就是 現在看起來就是 對國會的那種表現 大家很不滿意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少了一半的話 大家都舉雙手贊成 那這次如果再修改的話 會不會把立法院關門 解散國會 會不會有很多人支持 立法院關門 你覺得跟我們一般人生活有影響嗎 沒有影響 可能影響沒有多 真的 蔡英夫講到我才想起來 我們什麼18歲修憲 18個修憲公民權這都不會過 覆決也沒過 但是立委減半 一次就過了 對不對 你就知道那個信任這兩個字有多難 你就知道全民共識 國會改革最大的共識 就是國會減半 我們最大的改革 就是把立法委員砍一半 對有道理有道理 你就知道說了嗎 就繼續鬧 我們回來看 到底在改什麼呢 回到上一頁的CG 我們來看 還包括反質詢 來質詢的答覆 不得超過質詢範圍 就是不能拒絕答覆 也不能超過範圍 不能亂回答 這一點我想我也是同意的 但是這個界定很難界定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亂回答 對啦 什麼叫 我就說 我們也同意官員不能在立院 也就是國會對眼堂 你問他問題的時候 質問虛答 質問虛答也有答 質問虛答 我們也很討厭 但是問題是 被執取員不得拒絕答覆 拒絕提供資料 會有藐視國會寫 什麼叫做藐視國會的行為 我也不曉得 所以你講得不清不楚 這個界定誰來解定 我再給個例子 你是立委 我是官員 你問我說 昌北線漂亮嗎 我當然要回答漂亮 虛偽陳述 沒有啦 秒是主持人 秒是主持人 好啦 這個當然 極端舉例 昌北線漂亮嗎 那官員要怎麼回答 這個條文 這個條文問題 其實以前都有發生過 好 我們來看 我來給各位看一段 蘇貞昌經常被委員所 詬病的就是他經常反質詢 那我們來看過去 他在立院 反質詢的例子 算不算藐視國會呢 院長 你不敢承諾 一千多億 換不回院長的一句承諾 要看到政府的個子 從你主務說要緩攻大陸 道歉那還沒緩攻大陸 一定要講這道 不會輸你 院長 你也當過立法委員耶 當過立法委員 我還當過沈議員 我當沈議員 在執行你爸爸的時候 都沒有像你這樣 這段你已經 上學期講過 你可能忘記了耶 我知道你持續我爸爸 謝謝你不但告訴我這個事情 不會像你這麼吵 但是 一直不給人家講 我猛紅青大 我覺得莫名其妙 誰在猛紅青大 那麼吵幹什麼 吵死了 你還問 還有沒有什麼行為違法 我告訴你 設立就違法 聽懂了沒 我在這裡私政報告 你在後面脫脫 院長 你就只會能夠在這邊砍瓜 我今天在做質詢 問一下來 這是反質詢嗎 這是藐視國會嗎 我們看過一個反質詢 不是這是不是吧 其實也是啦 如果按 這個條文的問題 嚴重性就在 什麼叫反質詢要罰 什麼叫藐視國會要罰 他的決定是怎麼決定的 就是他的標準是什麼 他是由院會決定 我下一句話 他是以送 對 以送院會 不是不是 誰來決定他是不是 藐視國會 誰來決定他是不是 反質詢 院會 表決決定 舉手 表決決定 蘇貞昌那個叫做吵架 所以他那個現在是 他已經是吵架了 他已經不是 明明是國會 但是他不是反質詢 他不是反質詢 他已經在完結 沒有啦 他反質詢的例子也很多 只是舉出來的 那個是吵架的例子 然後有一個 有些還涉及到人身攻擊 現在這個條款就是規定說 以後官員不能跟立法委員吵架 不能有人身攻擊 不能態度不好 你一定要是委員 謝謝 態度當然 我是民意代表 遇上這種 其實我們他當然都不喜歡 之前柯文哲 經常在議會嗆議員 我們當然也不喜歡 蔣萬安現在 每天實問虛達 問他什麼政策進度 他說我們現在正在演議 都是實問虛達 我們都不喜歡 真的都不喜歡 可是你現在要罰的時候 罰則的時候 標準要清楚嗎 你如果沒有罰則的時候 大家就是辯論 可是你有罰則 定義又不清楚 他就會變成多數手中的武器 因為他這個要不要罰決定權是在院會 就是多數表決 投票 投票 今天我講一句白一點的話 問陳美娟長得漂亮不漂亮 又來了 他說漂亮 我覺得他不實陳述送院會 那院會多數認為陳美娟是漂亮的 否決 你就沒事了 那多數人認為不漂亮他就 那請問你 他的具體的行為到底是什麼 是變成立法院院會決定 那院會如果雙方都有意見 就表決 就像立法院表決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我們不是不贊同國會改革 問題是我們要改什麼 要改成這樣嗎 我們不是不認同 蘇貞昌這樣真的不行對不對 不能罵立委 這個謾罵等等 我們也看不下去 問題是你要定秒是國會罪 你的標準又是什麼嗎 我講一個實際發生的案例 國民黨的欄尾問陳建仁說 你跟天主祷告的時候 你講什麼 陳建仁當時說 這是我跟天主的事嗎 算不算拒絕回答 陳建仁送院會 院會國民黨六十二票投下去罰二十萬